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M碳酸钠溶液 5毫升 蒸6水 50毫升 小试管一支 250毫升锥形瓶一个 橡皮塞一个 氯化钙 5克 实验步骤 1.取5克的氯化钙 放入橙油50毫升蒸6水的锥形瓶中 轻轻摇晃 使其溶解成为水溶液 2.取5毫升的碳酸钠溶液 置于小试管内 将试管置入并协力于 装有氯化钙溶液的锥形瓶中 用橡皮塞塞住锥形瓶口 观察这两种溶液的颜色 3.用电子秤 秤量并记录步骤二中 锥形瓶及锁成物质的总质量 4.将锥形瓶慢慢倾倒 使试管内的碳酸钠容易流出 与瓶内的氯化钙容易混合 观察此两种溶液混合时产生的变化 5.等到此两种溶液充分反应后 再次乘量并记录锥形瓶 及锁成物质的总质量 问题与讨论 1.当氏管内的碳酸钠溶液 与锥形瓶内的氯化钙溶液混合时 有什么变化产生 答 当氏管内的碳酸钠溶液 与锥形瓶内的氯化钙溶液混合后 溶液变成白色混浊 这是因为两者混合后 生成难溶于水的白色碳酸钙沉淀 2.反应前后的锥形瓶 及锁成物质的总质量各为多少 是否有差异 答 反应前后所乘量的锥形瓶 及锁成物质的总质量 结为167.3克 并未改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